大家好 这一小节我们来编写签名处理模块的主流程 前两小节我们在进行程序接口设计的时候 讲到从http模块发出一个调用 到我们的应用协议模块 用http协议作为载体协议 把应用协议的数据放在http协议的body里边 从这个地方发出调用以后 就进入到我们扩展应用的模块 我们将在这个地方对客户端提交上的协议进行处理 做签名 然后返回结果给客户端 在编写主流程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公共函数 exsubstrain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一个函数 它的主要功能是从输入的串里边 取出在位于begin和end这两个字符串中间的一个字符串 并且拷贝到输出字符串里边返回 我们将用这个字符串进行协议的解析 在编写主流程之前 我们还是从客户端发一个请求 到服务器端 先看一下应用协议的报文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编写的一个应用协议 实际上就是在前几小节中 我们讲到了协议格式 然后我填了少量的测试数据 我们把这个协议从客户端发上来 点一下发送 我们可以看到刚才那一段测试数据 被放到这样一个参数串里面提交上来 一直到这 那中间这个实际上它是经过UI编码的 编码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首先我们要把这一段字符串解析出来 解析出来 然后放到请求的结构体里面 执行签名操作 然后把结果返回个客户端 好 那现在开始我们就来编写这个程序的主流程 首先 我们可以从 Session Request这个结构体里边 得到HTP协议的报文体 它是位于这个地方 这个Data 首先把这段数据取出来 取出有用的数据部分 然后进行协议的解析 好 我们开始编码 我用Sub4Dream这个函数 把中间的这一段数据取出来 也就是我图成高量的这一部分 从Session Request这个结构体的Body里边去数 Data 然后我的起始字符串呢 是Request TXT 中止 中止的特程字符串呢 是这个 Response DXT 等到这个字符串 我把取出的结果 放到 这个变量里边 所以我还要声明一个变量 我给它1K的长度 然后初时化 在变量定义的时候就初时化 这样可以减少初作的概率 好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返回值 它是返回一个长度 所以这个地方我还要定义一个长度变量 我再判断一下返回的长度值 如果返回的长度 小于或等于0的时候就报错 报错了 我暂时先借用 我暂时先借用现有的这种错误处理机制 放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取出数据有用的部分 然后 我们要执行协议的解析 把 把这个字符串 解析到 请求结构体里边 我起个函数名叫做 Unpack 返回一个整形的值 所以这个地方还得添加一个整形的 整形的变量 作为函数返回值判断 那么这个函数 是从一个字符串里边 做应用协议的解析 就是从这样一个串里边 做解析 放到相应的结构体里边 所以我们的传入参数呢 是 刚刚解析得到了这样一个字符串 传出参数呢 是 请求的 签名请求这样的结构体 这个地方传指针 所以这个地方 还要添加一个 结构体的变量 还是加一个函数处理 成功的判断 成功与否的判断 那么这个地方 我还得添加一个函数 实际上这个函数 我已经写好了 好 这个函数执行完成以后 就可以把送上来的字符串 这样一个字符串 解析放到相应的结构体里边 请求 请求类型结构体里边 这样一个结构体 好 这个函数执行完成以后 那么我们就要执行 签名的操作 几个 名称叫 都三 返回 也是返回一个 整形的 返回一个整形的值 我进签名的时候 传入参数是什么 传入参数就是 请求结构体 传出参数呢 是 响应 签名响应结构体 那这个地方 我还得新增一个变量 签名响应结构体 还是加一个错误判断 那么这个函数 我得添加一个函数 入参 签名请求结构体的指针 出参 传出参数 签名响应结构体的指针 先给它写一个空函数 放在一个地方 这个函数执行完成以后 就会得到一个签名的结果 这个签名结果呢 会放在 T3Response 这个结构体里边 那么 我们在送回扣端之前 还需要做一个转换 这个转换就是把 签名响应结构体里边的 数据 转换成 一个字符串的类型 放到http的body里边 我们还得添加一个函数 比如这个函数 我这样 看一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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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地方参数 入参 使用签名响应结构题作为入参 那么生成的字符串放到哪个位置呢 放到 我们调用实际上调用一个类似和这样的函数 放到 Message的Data里边 好 这个函数执行完以后呢 就会把结构题转换成相应的字符串返回给客户端 好 这样的话签名模块的主流程就算编写完成了 这我们暂时留了两个空函数 那么后面给它填内容 这个模块要能正常工作 我们发现它还依赖于另外一个模块 也就是应用协议的解析模块 把客户端缠上来的应用协议解析到相应的结构体里边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下一小节进行讲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